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开场白太精彩了 就是少了两面棋 我可以说手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因为原来我们做节目都说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好 现在我看可能大部分视频栏目是通过手机看 所以现在这个媒体的传播渠道跟以往是有很大的变化 没错 没错 我们今天特别请李扬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说到了这个加油两面棋的这部电影 目前还是很轰动的 特别是最近听说有个好消息 入选了咱们国际的短电影的一个评选是不是 对 到今天为止 我们等于是最早算是这种 怎么说官方选择吧 这种official selection 是一个叫做international shots 那么等于是一个国际短故事片电影节 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先是入选了 当然这个主办的地点是在摩尔本 那么后来呢我们又投到美国 所以呢这个美国呢目前也是入围了 叫做这个迈阿密独立国际电影节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他的这种选择呢都是比较有个性化的电影 包括主题啊拍摄方法啊等等主创人员什么等等了 但是这个呢我们已经入选了 这是第二个 那么今天呢很开心的呢可以告诉天华 又有好消息 对 告诉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是昨天听到的消息 又入选了一个 这个不是入选了 这现在进入这个final list 等于是在最终的决赛圈里边 那么这个呢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中文名字 来描述这个电影节 它写的它这个电影节的名称叫做这个 千金Fa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所以千金Face后来我们想了半天 我们说这次这次变脸 后来说变脸呢 感觉又不是很准确 后来我们在网上呢找了一下 就说给这个电影节一个最终的定位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所以有的朋友说呢 说可能叫新面孔 或者新感觉等等 无论如何呢 这也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一个电影节 我们现在进入final list 那么这个概念来说呢 就进入决赛圈了 如果没有想错或者没有猜测的话呢 可能大概四到五部电影吧 可能从成千上万部影片当中选出来的 那么我们就非常荣幸地进入这个决赛圈 真的非常的开心听到这些消息啊 我们介绍介绍这部电影好吗 其实这个电影啊 怎么讲呢 它真正的故事的来源 是我一个亲身经历 对我听说您是这个剧的这个编剧之一 而且这是根据您的一个散文改编的 那么就说长话短说了 95年呢在澳洲 那时候在澳洲生活了几年 有一点能力呢 想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所以这个看了好久 有一天呢 这个可以算是人困马乏的 后来这个中介说 说这个房子你一定要看 我说哎呀 我算看一眼吧 也没有抱任何幻想 其实刚刚走进这个房子呢 我觉得是很普通 它是一个unit 它也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我最吸引我的是 远处空中飘着一面澳洲国旗 这个瞬间让我觉得很有兴趣 因为那时候刚来澳洲 时间并不长嘛 而且埋头打工 对整个环境啊 并不是很了解 我就进去了 后来这中介跟我讲呢 说这个卖房子这个老头啊 说他每天呢会按时升起这面国旗 我觉得这很奇怪 我觉得如果在家门口啊 或者后院竖一面国旗 很正常 澳洲很多家里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他为什么每天要按时升起来 有这样的仪式 对有这么一个仪式 后来我就很奇怪 我就好奇嘛 就问了一下 他说什么呢 说因为老太太 就是他的妻子啊 走的时候 说老头子 你每天啊定时定点 把这面旗子给我升起来 说我好知道你还活着 说我在天空啊 在这个heaven能够看到你 哇 这个瞬间真的是很打动我 后来老头说呢 说如果你们想买我的房子 你能答应我帮我升起吗 哎 我觉得这个 这个要求很苛刻 或者很 让我觉得不敢一时说接受 我就有点迷茫 不管怎么说 最后买下那个房子了 坦白的说 我也没有承诺老头 我每天按时升起 反正那旗子就在那儿飘着 那么当我们做这个 housewarming的这个party的时候呢 来了一帮朋友 其中个小女孩 就说 说李叔叔 说你为什么 家里生一面澳洲国旗啊 我都把那国旗几乎快遗忘了 后来我说 哎呀 我说那是当时房东的 他说你是中国人啊 哎 其实你看他一个孩子 随意的一句话 确实触动了我的这个心灵 我说对呀 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居住在澳洲 但升起一面澳洲国旗 这个关系挺微妙的 是 后来我说那这样 结果呢 后来我的太太说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升起一面中国国旗 这个话呢 就放下了 所以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呢 我作为海外文摘 驻澳洲的首席记者 这个杂志社呢 说你帮我们写点文章 不要光收集稿件 我就想起这个话题了 我就写了一个 一篇散文叫 加油两面棋 那么其中呢 增加了一些色彩进去 一些人物进去 包括给这老头的背景呢 设计为二战的一个老兵 等等 包括呢 这院子里最终呢 升起两面过气 哇 这个故事一写出来以后呢 当时海文摘收到以后 非常感动 非常的感兴趣 不久呢 就被当时这个在中国发行量 很大的青年文摘转载了 转载以后呢 这个就还获了大概一两个 两三个文学奖啊 这个 所以这篇文章就是 当时还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 那么换句话说 这20年前的事又放下了 所以最近呢 就说在去年 当我们作为奥莱坞影业 准备拍电影的时候 我们想呢 根据我们公司的能力 财力 方方面面 说先拍一部短故事片 在这过程当中呢 逐渐在延伸 在拍大电影 想了好多的话题 选了好多的主题 包括什么少女 穿越风人院啊 等等等等 什么回家吧 等等 一天到晚在这剧本上 选题上来 来选择来琢磨 那么有一天呢 无意中 我想起了这个故事 想起这篇散文 叫《加油两面七》 我就把它给拽出来了 拽着以后一看呢 有点孤方自傻 我自己被自己的故事感动了 因为我想 我二十年前写出这么一篇东西 如果今天作为这个现实的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或者海外华裔电影 如果拍这么一个题材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后来我们就跟另外的合作方 也是投资方来商量 那么大家呢 一致举手通过 我们要拍就拍《加油两面七》 实际上筹备了半年 真正实拍呢 有大概十五天的时间 后期呢 是两个月 当然天华实话实说 我这个人呢 做事情还是很认真的 不能说完美主义者 但是我追求完美 所以虽然是一部短故事片 我当时定位 包括导演阐述啊 和我们的设置团队呢 包括演员 我说我们不能感觉像一个短故事片 我们大概齐 我说这部影片拍出来 首先的任务是冲击国际各类奖项 希望全球的观众 特别是生活在海外的观众 能够观赏到这部影片 喜欢这个题材 所以我们当时定位就比较高 那么在十五天的拍摄当中呢 我可以说一个镜头都不凑合 尽量少给自己留下遗憾 我们的团队呢 也非常的给力 演员的选择 那从目前来看 也比较准确 比较到位 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成果 嗯 是 您刚才说您自己呢 是一个非常这个认真的人啊 这这个我决定作证 这李洋老师业余爱好 收集烟灰杆 这一收集烟灰杆 马上就冲击极丝世界纪录 是 当时一定 反正事情定了以后吧 就我觉得 你只要一步步做 给自己定一个比较 呃 远大的目标 当然这目标呢 你就掂了一下自己的能力 财力和你的时间 精力 能否实现这个目标 所以包括当时 收集烟灰杆的时候呢 这三十多年前了 我当时就梦想着 有一天成为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果然达到了 哎呀 就这样的 嗯 那李洋老师 您看这部作品呢 实际上真的就是我们说 这来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的一个艺术作品啊 那整个的 您在这个筹划拍摄的 这个过程当中 最难的是哪一个环节呢 让我理解 是不是选演员挺难的 呃 对 天花这点说的还是很准确的 这个我们刚才也聊到了 其实演员的选择 对一部影片 特别是一个短故事片的成败啊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如果一部电视剧 三十集或者六十集啊 一集没演好 我们下集表现 给拽回来了 或者能够重新表现 整个整体下来看完三十集 或者六十集呢 大部分演员都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会得到观众的认可 但是一部二十多分钟的一个短故事片 演员的挑选呢 就要花些功夫 呃 第一部作为奥莱坞影业的这个冲奖的作品 所以我特别慎重 呃 男演员呢 目前定的这个宋小光 嗯 他当然毕竟是中戏的 可是当时呢 我们俩第一次谈的时候 因为他不自信 我觉得演员得特别自信 后来我就说 我说这个宋老师 你是科班出身 你也是很难得的 在澳洲的演员才 我说你来演这个 我们这里面的继承 你还管他叫老师啊 因为他在我们表演班教课了 教表演课 后来他他有点犹豫 他说说李老师 我像当兵的吗 哎呀 我说我这做了一辈子演员 我我觉得演员不应该提出类似的问题 就是我感觉演员应该多面手 去塑造 对塑造一个人物 后来我说这个 我说有可能的话 你能不能提个寸头 我说更像军人 他说不行 他说我提寸头特别特别难看 等等 不管怎么说吧 他的犹豫呢 导致我也开始犹豫 后来我想 哎呀 我说这个演员 行是不行啊 当然这是男演员 暂时放下 后来选这女主角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前前后后 应该casting 或者选了20多个 有的形象不错 有的语言不错 有的表演不错 反正没有一个让我觉得 综合的 综合的到位的 那么正好呢 我在国内呢 目前正在策划 另外一部电影 是我和这个准备和葛大 葛优合作的一部电影 那么回去呢 谈剧本 后来我说正好 稍带脚的 我回去找找演员 后来跟我们这个同行啊 说你帮我推荐这么一个演员 一个短故事片 那么后来就定的 目前这个李子盈 是从国内来的 当然现在看来呢 选她还是 有先见之明 也是比较准确的 我也比较满意 这是华人演员 当然里边一个小女孩呢 演这个小景的 这是我刚才讲到 95年我买房的时候 提出问题的小姑娘 实际上是生活原型了 那这个孩子呢 Shara 这个胡彦新 是我们表演班 培训出来的小演员 我对她是有一定把握的 当然最关键的 还有两个新人演员 是 对 那么这两个演员呢 也是我们前后大概试了 每个角色 应该最少试了 10到15个人 而且这个试之前 要看照片 看简历 等等等等 我认为比较接近 这个角色的时候 才让她来试镜头 我觉得那个新人演员 这个坐在轮椅上的 那位老人 演得不错 我虽然没有看到 这个全部的影片 看了一点点的预告片 我觉得那个眼神啊 动作传递出来的 那种感情 把握挺好的 因为这个老头呢 他年轻的时候 演过舞台剧 当然他来的时候呢 并不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这个形象 他比较干净 比较消瘦 当然这个 如果演一个退伍军人呢 毕竟需要一定的力度 和一定的气势 那么我们还是试了好多 有一天他出现了 他什么抓住我 他的眼睛 眼神 对 他那双神态抓住我了 而且当他 对词的时候 他试戏的时候 虽然剧本 我是一手参与创作的 但是我居然被他的台词感动了 后来我说好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能不能把胡子留下 我们感觉一下 因为那时候临拍摄 大概还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他说好的 非常配合 我觉得他能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 第一是他年轻的时候 毕竟有舞台剧的功底 第二是这个老人家太认真了 是不是您的这个故事打动他了 肯定是 因为他想到过说他的女朋友 这个老人终身未娶 但是呢 交过女朋友 而且可能当时呢 有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所以当他读剧本的时候 他非常感动 特别是他谈到升旗的时候 我的妻子在空中 在天上看到我的时候 他那种感觉 真的是我所需要的 后来 果然就是在拍摄的现场 因为他住在我们景地嘛 每天早晨都看着这个老人 穿得很单薄 完了拿着一个剧本 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他永远的时时刻刻的生活 在角色当中 所以我就想呢 作为一个电影 或者一个角色的成功 我认为呢 跟自己的努力是一定有关系的 所以那么这一点来说 我非常幸运选上这批演员 而且我也相信 在未来的我们冲击的 国际电视节大奖当中呢 这个老头 这个男演员 有可能 有资格 去冲击最佳男主角 或最佳男配角 这样一个位置 加上有两面起 咱们说中国国企和澳洲国企 放在一起的话呢 我们往高了去想 就是两个国家 往这个小了去想呢 就是一个中期文化 各方面的一种冲突在里面吧 完全是 我不知道您这部作品当中 在您通过原来的那篇散文的基础之上的丰富一个提升 呈现给大家的是什么 因为刚才前面散文已经做了一点剧透 讲了一点故事 那么实际上电影的这个又给他做了一个升华 把这个人物改成一个二战的老兵 那么当年呢 他去战场去参加战斗的时候 他的妻子剧中叫Jani 说呢 说你不要害怕 不要恐惧 说我每天啊 升起一面国旗在你的背后 当你准备当逃兵的时候 你回头看看那一面国旗 所以老人呢 是抱着这种感觉 这种勇气去参加战争的 那么当然他后来呢 没有死在战场上 活着回来 但失去了双腿 就像你刚才谈到的 坐在轮椅上了 后来他的妻子呢 是在二十年前说 说教主 说老家伙 你好好活着 我先走了 说你呢 就像我当年在战场 你在战场的时候 我帮你升起国旗一样 每天帮我升起这面国旗 说这样呢 说你活到九十岁 再来找我 那么当老头呢 已经到九十岁的时候 他觉着 哎呀 我该走了 该去天上去找我的妻子了 我们要在那儿去开始新的生活 他就决定卖这个房子 我们后来就刚才谈到 这个男主角的继承和他妻子 就买来买他这房 但男主角呢 后来我们也把他变成一个当兵的 一个军人 像我刚才说的选演员的过程 当这个老军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呢 这个年轻的军人是无法接受的 他说中国的退伍军人 他说我对我的祖国有承诺 我可以理解你 但是唯一不能答应你的是不能升起 你的一面澳洲国旗 那么这故事卡在那儿了 就是我们实际上换句话说呢 从电影里边算一个悬念 在这个瞬间呢 他的妻子 剧中叫小坤 说呢 说能不能这样 我们再竖起一面旗边 同时升起一面五星空旗 作为他的丈夫 也就是继承 你呢 来兑现你对祖国的承诺 那么我们同时呢 对老头 这个乔治 也帮助他实现对妻子的承诺 所以这两面旗呢 就在同一瞬间 同时升起的 而且当时他们呢 说好 说在真正升起那一天呀 老头来现场 而且我当时安排的是让老头呢 作为澳洲人来升地面中国国旗 反之 反而呢 这个中国的退伍军人 升那面澳洲国旗 可是在升起那一天 老人家 继续了 走了 留下这样的遗憾 留下这么一个遗憾 后来等于是这个房屋中介呢 来代替老人家 升起的这面中国国旗 实际上 这个片子主题呢 应该非常的明确 因为国旗本身呢 是国家的象征 那么我们像天下 像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呢 应该具这个感激自己的 阻击国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居住国呢 我们应该做出一些我们的贡献 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挺微妙的一个关系 我们暂且不论这两个国家 目前的这种国际关系 是一种什么状态 我甚至可以说呢 可能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 因为我们左右不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来说 在这个国家呢 因为这个国家给我们带来了 太多的好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生活呀 环境啊 包括我们 你包括你像你在这儿 能从事自己本专业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吧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呢 我觉得我们的心胸呢 应该放开一些 应该呢 更追求的是一种和平 一种互相的体谅 互相的同情 而且就像我们常说的 关键是一种融入 所以说作为一个海外的电影人 在澳大利亚 想拍一部表现华人的故事 我不可能只是我们华人 在孤方自赏这个小圈子 必须涉及到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人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加油两面期》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机诞生了 那么在这种国际大形式情况下呢 我希望这部电影呢 不但能够引起中国 澳洲的观众的喜欢和欣赏 甚至共鸣 希望引起全球的人们的重视 我知道现在英国 加拿大 有些同行在跟我联系 说我们能不能在加拿大 也拍一个同样的题材 叫《加油两面期》 那么如果以后在每个国家 同时升起两面国旗 这个国旗呢 真正汇集在一起呢 你等于是全世界的国旗 会在同一时间同时升起 那么这是我们想追求的 世界和平愿望就进了 真的很好啊 从您个人的这样一个小经历 然后引发开来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提升啊 让我们觉得这种感动当中 又有很多的这种激动的这种心情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愿景啊 对 所以如果说未来我们这影片 能够获得一些国际的奖项 我相信这个故事的选择是准确的 而且也是更很多人的 共同的一个愿望 是的 所以呢 打动人心的好作品呢 还真的是要来源于生活的 完全是 不能脱离生活这样一个大环境啊 大的土壤 好的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不知道在我们的节目最后 李昂导演 您还有什么需要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吗 如果大家来 有机会看您这部影片的话 对 那么首先呢 希望各位观众呢 能够静下心来 慢慢地欣赏我们这部电影 这是第一了 第二呢 也透露一个信息 我们拍了一部短故事片 二十多分钟 那么我们现在呢 正在集中编剧力量 准备把它展现成一个 院线电影 大概一个小时 十几分钟 这么一个概念了 包括我们的投资方 合作方都这么共同的志向 那么展现成院线电影呢 可能要融入很多的内容在里边 包括我们要还原当年二战的战争场面 我们要展现这个老军人 当年年轻的时候和他妻子悲欢离合的故事 同时呢也要展现这个中国的年轻人 这个退伍军人和他妻子 在澳洲呢怎么去创业 怎么去奋斗 怎么去生活 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很自信 也就是说呢这个短故事片 实际上呢是开了个头 我们希望这个故事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也希望呢各位观众能够继续地关注我们 没错 肯定需要新的演员 我先报名 好 我也是 对啊 完就可以 那么在这里也希望我们视频的观众朋友 更多的来关注我们李昂导演的影视作品 那我们也在这里预祝呢 这部影片在国际上拿到大奖 谢谢天豪 非常感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好的 那在这里呢 感谢李昂导演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谢谢天豪 跟男男士再见哦 OK好再见啊 谢谢 再见 再见